在澳洲的北領地 一個人口只有兩百多人的偏遠部落 原住民族人利用當地特有的藥草 來製作肥皂 而且現在利用網路宣傳 接受郵購 成功的在當地創造就業的機會 事實上這種藥草 在過去幾千年以來 被當地的原住民族人 是拿來作為治病的藥物的 在傳統的信仰裡面 這種藥也被認為具有驅逐邪靈的作用 不過現在成為肥皂的原料 而且還可以拿來賺錢 這裡是澳洲北領地的Yarenan 當地人口只有兩百六十五人 居民全部都是Laramon族人 雖然當地氣候炎熱乾旱 玻璃發展農業 不過地上長出的這些當地特有的草藥品種 近年來卻成功替這個偏遠部落增加收入 這種草藥的名稱叫做MENI 近年來Laramon族人開始利用MENI藥草 來製作肥皂 並且利用網路宣傳和接受游購 成功在當地創造作業機會 事實上走在好幾千年前 Laramon族人就發現MENI的藥效 在Laramon族人的傳統信仰中 更認為MENI藥草具有驅轨避邪的作用 除了藥效之外MENI還擁有獨特的香味 有助於人們放鬆心情 在採收成熟的MENI以後 把不鏽乾的鍋子放在一般煮菜用的瓦斯爐上 將製作肥皂的材料放進鍋子裡 將鍋子加溫 同時放進MENI藥草 經過加熱攪拌再倒進這些容器裡 在冷卻後就成為了一顆顆的肥皂 再經過包裝以及貼上Laramon族人的標誌 就大功告成了 除了肥皂之外 當地居民還合力製作這一份閱歷 對外宣傳這一個以製造藥草肥皂而聞名的部落 民間團體表示由於偏遠部落缺乏工作機會 再加上政府依住的資源相當有限 所以部落居民想辦法致力救濟 利用當地特有的藥草 再加上看準特色手工製品的香機 部落居民成功改善自己的生活 記者出的真編譯 兩者的信用 心理也要開始了 另一者的 我們要開始了 歸